接下來我們要上網的東西是一個重點叫感應起電 但是在講它之前先要講一些其實應該學過的事情 叫做東西有所謂的導體跟非導體 導體就是那個電可以在上面流動可以跑的 這個叫做所謂的導體 我們講過東西會導電的有兩種 一種叫做金屬導體 一種叫做電解質的水溶液都會導電 以前教過金屬導體是靠什麼東西的移動在導電的 金屬導體是靠誰的移動在導電的 潘仁豪 潘仁豪 站起來 金屬導體是靠誰的移動在導電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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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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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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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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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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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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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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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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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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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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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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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9 9 9 它存物質的時候不太會導電 可是加了一點雜質 它就會變成會導電 就是現在的重要工業 半導體工業 台積電連電就做這個 我們的電腦裡面都是它 電腦裡面都是它 什麼太陽能電板也是它 半導體 所以它很有用 但是我們就簡單的就跟你講一下 就過去了 那個裡面的東西也太複雜了 我都會不教 就知道有這麼一個玩意兒就可以 電容器 一個板子帶正電 一個板子帶負電 靠著正腹相吸把電包在裡面 不會爬 叫電容器 但中間要隔成一個絕緣物質 不能讓正腹直接碰一起 直接碰以後就綜合掉了 那夾在什麼東西 夾一張紙 或者是雲母 我們地科教過 雲母有物似乘薄片 記得嗎 就夾在中間 我們也講過 雲母利用其絕緣性 還記得嗎 我放在這裡 我放在中間做電容器 所以一邊放正 一邊放腹 中間站個絕緣體 讓正腹靠正腹相吸把電包在裡面 這種叫做電容器 這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一開始就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導體 絕緣體 跟半導體 讓各位能夠了解 OK OK